Hello,大家好,我是徐姐 有朋友说,徐姐为什么 跟小姐一起去直播卖柿饼 我想问 因为这个柿饼好难晒得干,像这种 弄很大一块 很厚,很难晒得干 我怕直播卖了 然后都是没有豁发的别人 就是 一般我们晒干,都是有人进来收的 像这种,还没晒干,就有人来收了 这样子,它要中秤 收回去,我们也不用收后 如果记得朋友的话 像这种,还不能记 所以,还要晒两个太阳 而且,自己的朋友如果收到有发霉 我们还要收后 我们还要 还要 用钱只差价给朋友们 所以,我们就在家里面卖 晒完就,晒得差不多干了 就有人来收的 这样子 这样子我们也不用费精力 也不用一会儿 也不用去花分量时间去收后 去赔偿别人 这样很好 我朋友就晒了那个红薯干 他让我晒干一点 我让了五星 晒够干,他要放时间长一点 可以吃得久一点 晒干一点 但是,就是 就是 有 微信单上面 有人吃进 买的 所以,我们要不要晒干一点 就是晒干一点 还给那些朋友们 因为晒干时期没下雨嘛 下雨都下不了 晒了又全部 坏掉了 缩弯了 全部要倒掉 所以,在家里根本就不够慢 不用到晚上去慢 这些 里面都是 是 爆浆的 但是,还是晒干一点 好吃一点 吃着又嚼劲一点 爆浆呢 没有那么香 这个红薯干 还要晒多几天 晒干一点 就放了久一点 保存了久一点